大家好 经常有花友咨询 我们如何呢 提高这个兰花的发芽率 让它呢 长出更多的这个新芽 其实呢 我们要想提高它的发芽率是有条件的 那么是哪几个条件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根系一定要非常的健壮 因为呢 根系它既可以吸收水分和养分 又可以将这个水分和养分的供给到整个植株 所以呢 一定要把根系养状了才行 那么如何养状根系呢 就要给它配置好疏松透气又肥沃的机制 平时浇水施肥也要注意 不要将它的根系啊 臆难了 或者是呢 产生肥害 导致它的根系被烧伤 这样呢 这个根系啊 就会长得足够健壮 根系壮了 那么植物的这个发芽率呢 就会更高 那么第二个就是提高植物的一个免疫力 然后呢 减少这个病虫害的发生 就要给它足够的这个通风环境才行 那么如何提升它的免疫力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阿斯匹林呢 给它兑水稀释1000到2000倍左右 然后呢 每个月给这个兰花呀 交换一次 这样呢 可以提升它根系的免疫力 然后也可以提高整个植株的免疫力 让这个植株呢 生长更旺 而环境通风呢 又可以免受这个病虫害的侵扰 那么第三个我们就是要给它补充足够的肥料 因为它才是这个植株啊 发芽的一个物质条件 那么我们就可以呀 在平时浇水的时候呢 保持它盆土一个微微湿润的状态 然后每半个月或一个月给它追肥一次 这样给它补充足够的肥料 这样就会有足够的动力来生长了 第四点就是要有四仪的光照和温度 如果光照太强啊 就会晒伤它的新芽 但是光照太弱了也会影响它一个发芽率 所以要给它适宜的一些闪射光 那么温度呢 我们就可以调控好 一般的温度啊 调控在10度到25度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温度过高就会抑制它发芽 但是如果温度过低的话 就会让它没有力气发芽 所以呢 温度也要保证在适宜的温度才行 这样这个难坏它发芽了 就会有非常好的一个保证 到时候发芽率才会提高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